6.1列火车撞进斯德哥摩尔的一栋三楼民宅 一名女清洁工偷走了这列火车并以时速80公里的速度驾驶 运行了1.6公里后火车没有停在终点反而出轨撞向三楼民宅 女清洁工受到重伤被送往医院 幸好屋内5名住户人员并没有人受伤 列车的营运商发言人表示 如果你掌握药绝浪火车运行并不特别困难